YouTube、Facebook、这些网路工具现在大家都不陌生 东台有线新闻部目前YouTube已经超过500多者的影片在网络上流传 短短两个月已经有1万多的浏览人次 东台有线新闻部上面有精华、有新闻、有广告 全方位的网路宣传工具也拥有最强大的搜寻引擎 下根退出了Facebook粉丝专页 让拥有全世界第三多人口的Facebook也看得到 专业团队企划、高画质露营 无论是电视媒体、网路行销让全世界都看得到 为了庆祝突破万人 广告制作露营另有优惠办法 相亲警洽东台有线新乐传播 仅此一家别国分行 要认明新乐传播才是台东地方新闻最佳的媒介代表 东台有线综合报道